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上《叶道经》的经文 讲到了不贪不成不吃 这是全经核心的开导 对于我们修学非常重要 那么有许多从各个地方来的同修们 今天早晨呢 因为没有讲华严经 那边没有车开过来 我们这个就停一次 希望他们都有语言来听到 那么今天利用这点时间 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底下一届的培训班 现在正在积极筹备 在上个月 李文法居士送了一份名单给我 三十位已经满额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想到 这个中国国家宗教局 能够批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中国佛谢 涛书仁副会长提出来的 给这个我们伙伴 由他们选拔三十位学生 到这边来培训 那么既然批准了 他们现在在选拔学生 会送三十个人到这边来 那么这样底下一届 我们同学至少是有六十个人 六十个人 我就想到时间分配的问题 每一个同学 每一个星期一定要讲一个小时 原先 我构想当中了 我们开十个班 每一个班 有一位老同学 我们请他做助教 带三个人 那么现在如果是有六十个学生 那么就是每一个小班 有六十个学生 一个主教七个人 也相当圆满 其实圆满的数字 这是一个班 十个班 我们私生总共有七十多人 再加上我们这些出家 在此地工作的人员的时候 李牧原告诉我 我们这个道场 出家人可能到一百人 这是在新加坡 任何道场啊 出家人没有这么多的 确实会很兴旺 这样分配的话呢 我们这个问题是能解决 每一个班七个人 每一个人呢 讲一天 正好 这一个星期六天嘛 这六个学生呢 都轮到了 那这个助教呢 我们还是让他在居室里 讲这个大作 同学们呢 完全讲小作 就是在自己班上讲小作 一个人讲 六个人批评 帮助他改进 这个够了 我过去在台中 跟李宾南老居室学教 我在台中住了十年 我也有个小班 我那个班七个人 我们七个同学 一个同学讲 六个同学批评 那么这七个人呢 都是学讲经的 所以对讲经 这些规矩 都懂 经过同学们的批评 改进 然后 身大作 面对大众 就可以减少 毛病 我在这个台中 那么多年 学习讲经 李老师从来 没有对我批评过 好像我讲东西 他老人家 只听过一次 圣年当中 只听过一次 他都不听我们讲的 但是我们所讲的 他都知道 我们没有法子 瞒过老师 他都清楚 实际在讲堂 听我讲经 这也讲过一次 听一次 所以这个事情呢 一定要很认真 要努力 佛法 我们知道啊 无比的殊胜 所以称之为宝 称之为法宝 法宝在这个世间 要没有人流通 也会淹没而不障 古人常讲 人能红到 非到红人 佛法的兴衰 断看了 这个时代 有没有红阳佛法的人 丁集 都在啊 没有红阳的人 没有用处 一定要有红阳的人 所以要有真正法大性 学己为人 这个学己 牺牲自己 明文立 五欲六成 物质的享受 这个要真正能放得下 如果贪图 世俗的享受 放不下了 这个佛法在你面前 你也是不得其蒙而入 能够学己为人 这个心 就是真正的菩提 跟诸佛如来 法身大肆 同心同愿 不要怕自己没有能力 我们自己说老实话 都没有能力 但是我们发这个心 心发的真诚 就有感应了 我们靠佛菩萨加持 没有佛菩萨加持 我们在这个经典里头 一字一句 也说不出来 经教 你讲得好 你讲得深入 你讲得令听众 发喜充满 全靠你的真诚心感应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一起学习 学习的成绩不相同 这个不相同 绝对不是聪明智慧 有一些没有聪明智慧的 反而成绩好 聪明智慧的人 淘汰掉了 由此刻之 与聪明智慧无关 与真诚心有关 看你有几分真诚心 你的佛菩萨加持 等级不一样 真诚到极处 你就得到圆满的价值 真诚不圆满 就是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说的 你修善 不错 善里面夹杂着不善 差别在此地 什么叫不善 自私自利 是不善 明文立养 是不善 贪嗔痴慢 是不善 不善 不能夹杂 这些叫根本的不善 必须要拔除 还有枝末的不善 枝末的不善 是你常识不够 弘法立身 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我们当时 这个 接受教诲的时候 老师常常叮咛住 要统释出世界法 受法才能够 去基 去理 通佛法 去基 去理 通世间法 去基 所以 受福不容易 弘法更难 要通达 四处世间 一切法 这个事情 才能做得好 世间法 不外乎 人情世故 要懂啊 这个要有 丰富的常识 要在生活当中 接受教训 天天能够 改过自信 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遇到的 世界人 奇心动念 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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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帮助他改正 帮助改正 佛教 佛教给我们 善巧 方便 我们没有善巧 没有方便 直来直去 让人家 生起反感 好像你都是对的 我都是不对的 他排斥你 不接受你 你的好心 在别人心目当中是 卧异 这叫什么 不欺积 所以菩萨度众生 欺积是摆在地上的 我跟其他宗教 领袖们接触 我告诉他们 一桩四十 佛教 从汉朝时候 传进来的 在中国 鼎盛的时期 黄金时代 是随唐 随唐这个时代 中国跟西日交通非常频繁 这大家下的思路啊 在这个时候 基督教 天主教 传到中国来了 伊斯兰教传到中国来了 仙教传到中国来了 不能说不早啊 可是许许多多宗教传到中国来 都比不上 现代化 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了 穿中国衣服 他不穿这个印度佛装 穿我们中国海情 跟中国人生活融成一片 建筑道场 建筑中国式 我们中国人看起来 欢喜啊 其他宗教建筑 一定要他们西方形式那种教堂 一看外国的 外国文化 不容易走进去 穿的服装 是你们外国的服装 一看外国人 这个在弘扬 借淫众生 那远远不如佛教啊 佛教的精神 我们在经典里面读过了 佛有没有形象呢 没有 随内化身 这个妙计了 你喜欢什么象 我就献什么象 没有一定的象 也没有一定的法 随计说法 你看看 随内化身 随计说法 他都活泼 这样才佛法才 中国真的叫 身根 茁壮 开化 结果 无比的殊胜 所以我们要重视 奇迹 佛法 教化众生 非常有耐性 现在我们看到 甚至说 佛门许多道场 做的不如法 要什么 他来找我们 向你请教 请你指教 请你指教 你还要看清楚 是真的是假的 有的时候是客气化 不是真的 我最初都遇到过 所以 在这个里面 吸取了很多教训 就学乖了 照年讲经 年轻嘛 有些法师讲经下来的 精工法师 请你指教 他讲的事 有地方不好 我就想讲出来了 一看呢 我这一开口 他的脸色 就不对了 我就 好好 你讲的很好 很好 不说了 为什么呢 客气化 不是真的 是请你指教 指教 就是请你 多说几句好话 蓬蓬他 是这个意思 你可不要当真了 真的要讲去批评 你真的批评 脸色马上拉下来了 所以我们要观察 人家说 请法师指教 看看 他是真的 是真心 还是客气化 人家客气化 你要把它当真的时候 你这一批评 好了 你这冤家对头造成了 我们在经验当中 学到很多 佛教菩萨 六波罗弥 忍辱中药 就是忍辱中药 要有耐心 好思 好思也不是 一错就成就 哪有这么大的佛报 我们常常听古德讲 好思多魔 魔是障碍 你想做一种好思 障碍成重 你要用智慧 去应付这些障碍 这条路走不通 还有这条路来 这个路走不通 还有那条路来 总有走得通的路 没有说有走不通的 障碍是决定不能避免 要懂得迂回 要知道等待 实际因缘 在障碍当中 学习成就自己的厚德志 然后我们才在 一切境界里头 顺境理解 善云物远 就有善巧应变的能力 佛家常讲 善巧方便 我们就有这个能力 因此 顺境理解 善云物远 这个语言是人私环境 好的人私环境 我的人私环境 对我们都是学习的出所 你只要肯用心学习 没有不开智慧的 善人 是我的善知识 我人 也是我的善知识 然后你才能体会得到 才能明了 祝福菩萨了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不单一切人 是老师 一切万物 也是老师 这个世间 我们现在的话讲 动物 植物 矿物 自然现象 点点滴滴 都在开发我们的薄弱智慧 只要自己 学弃 贪嗔痴 学弃 自私自利 学弃 沉浸 虚心地学习 成就无上菩提 不需要三大神奇迹 佛在经上讲 修学正果 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简单 原因是 众生不善学 不会学 所以才要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会学 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会学 前方便 也就是 第一个 条件 是要好学 喜欢学 肯学 然后在老师 在上知识里面 你得到许许多多宝贵教训 你就会学 这样子才能成就 所以我们这一届 培训班 有这么多的同学在一起 这是稀有的音源 真正是 开金即将 百千万劫 难遭遇 我们一定珍惜这个音源 我们一定珍惜这个音源 全力以赴 好好地来学习 时间短 成就无比赦 这一次我们的学习期间是六个月 六个月不长 机缘 确实是很难得 很稀有 希望真正好学的同学们 一定要把握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